不喝? 哈囉大家好 我是無理治療師 三個智商葛 盤腿座呢 是給我們從小做到大的姿勢 尤其小朋友們的肌力發育不完全 就會很需要盤腿座這樣的姿勢呢 來讓他們的身體比較好做穩做直 但隨著年齡的增長呢 骨骼發育完全了之後 你的關節活動會開始變差了一些 那麼這樣盤腿座的姿勢呢 就會開始變成一種身體的負擔 而且現在非常多人呢 不管是坐在沙發上 坐在床上 或是坐在地板上 大多都是屬於盤腿座的狀態 甚至有些人連坐在椅子上呢 都堅持要盤腿座才坐得住 但其實這樣的習慣呢 會讓你的腰部還有膝蓋造成非常大的負擔 也是許多人 腰酸腳痛 甚至雙腳無力的主要原因 因此呢 這期影片就來分析一下 盤腿座是如何傷害你的身體的 以及如果真的要盤腿座的話呢 你可以怎麼做調整吧 那在內容開始之前呢 我先問我記得先上課程打個廣告 我的酸痛自救課程 在籌備了一年多的時間後呢 終於正式上線啦 在課程裡呢 我將會有邏輯性的教你如何針對全身肌肉 以及各種雙痛問題做放鬆 不管你知道幫別人做放鬆 或是幫自己做放鬆 我都會個別的完整示範 那現在參加課程有早鳥優惠 大家越早報名會越划算啦 盤腿座這個姿勢呢 在過往由於瑜伽還有打坐的流行 因此很常會跟健康畫上等號 但其實我們從解剖構造上來分析的話呢 就會發現盤腿座對你的身體會有不小的負擔 那第一個呢 就是我們在盤腿座的時候 我們的髖關節會處於一個極限旋轉的角度 大家可以觀察一下 對我們的髖關節來說呢 當我們的雙腳垂放往下時 我們的髖關節會處於正中位置 也就是所謂的零度 而當我們把腳放在另外一隻腳上這樣翹腳的時候呢 我們的髖關節需要往內旋轉90度 因此所謂的盤腿座其實就是兩倍的翹腳 兩邊的腳呢 就要往內旋轉90度 這樣就會造成你髖關節承受非常大的壓力 那這其中負擔最大呢 就是我們囤肌的肌群呢 像是囤中肌啊 或是離狀肌等等 還有眾多的小肌群 由於他們都是連接在我們的髖骨的大轉子上面的 因此在這樣子極限旋轉的角度下呢 就會被持續的過度延長 那要是時間太久的話呢 就會造成這邊有受傷的問題 像是莫名其妙的屁股痛啊 或是腳嘛 都可能會是這邊的肌肉發炎去壓迫到座骨神經所造成的 那第二個呢 就是我們通常會認知說 所謂的彎腰就是身體由上而下的彎 但其實我們的盤腿座呢 就是一個反過來由下而上的彎腰 因此呢 它也會對我們的腰部造成不小的負擔 另外我們在坐著的時候呢 會希望我們的屁股和比膝蓋高一點 或是至少等高 這樣能夠讓你在坐著的時候呢 你的力量是往下傳到地板的 分擔下去的 但是當我們盤腿座的時候呢 就會讓我們的膝蓋比屁股高一些 導致你的壓力全部都往腰部那邊灌 因此多數人盤腿座帶久站起來時都會覺得腰部很痠 它的原因就是如此 而且除了腰椎的負擔會過大之外呢 在它下面的間椎也容易只出現受傷的問題 導致後續坐久容易會屁股開始坐不太住 那第三個最嚴重的問題呢 就是整合我們剛剛說的 盤腿座是一個彎腰的姿勢 在將我的身體重量都往腰部那邊灌太久之後呢 肌肉又開始承受不住了 就會讓我們腰椎裡面的椎間盤開始承受壓力 那我們就更容易導致所謂的椎間盤突出的情形 而這樣的問題 輕症的話呢 就是開始會容易閃到腰 那嚴重的話呢 就是神經被壓到 導致你的下肢神經失能 容易產生出你腳麻無力的狀況 所以要是嚴重到這種程度的話呢 你就真的不能不重視這樣問題的嚴重性了 而以上三個點呢 都是針對腰部去說的 而很多人盤腿座的時候 都還會一邊前起的用電腦 或是使用手機之類 那這樣的姿勢下呢 你的背部會呈現彎曲的狀態 造成你的背部開始痠痛緊繃起來 因此習慣盤腿座的人呢 通常都會搞得自己全身痠痛不停 歸州派料料 那有不少人因為各種情境一定得要盤腿座 像是有些人因為信仰的關係得要打坐 或是有些媽媽為了照顧小孩 一定得要坐在地板跟小朋友互動 因此這邊介紹幾個盤腿座時 你該有的調整建議 讓你減少盤腿座時對身體所帶來的負擔 那第一個就是盤腿座時呢 盡量讓你的屁股被墊高 像是去做個打坐墊啊 或是隨便拿個墊子 不然就是坐個矮凳之類的 這樣的目的呢 就是讓你的屁股比膝蓋高一點點 如實以來呢 就可以明顯讓你的腰部減壓 不僅你比較坐得住 也能夠減少傷害的程度 第二個呢 就是你在盤腿座的時候不要前傾 為什麼有些人打坐 冥想可以坐很久 可不太會覺得不舒服 原因就是因為他們保持你的脊椎直立的 那在這樣的情形下面呢 他們主要彎的就只有髖關節 而不是腰椎 如實以來呢 就可以避免腰痠的情形出現 但如果你是要盤腿座的邊用電腦邊寫字之類的 那肯定是辦不到這樣直立的狀態的 我會建議你改過 會比較好一些 那有些人是因為場地的因素 只能坐在地板上盤腿座 像是以前上體育課的時候呢 很多人都會盤腿座在地板上 那他可能在聽訊息這樣 不得不盤腿座 那在這種情形下面呢 你可以透過變換姿勢來減少不適感 像是把你的腳給伸直 變成一個長坐姿 或是把你的雙手往後撐地板 讓你的力量被分擔開來 這些呢 都有助於讓你可以坐得比較久一些 那以上三個改法呢 都是減緩不適感而已 並不是說這樣改了之後 就可以一直盤腿座 所以像是之前疫情嚴重的時候呢 我就接到非常多的患者 因為家中沒有桌椅 直接坐在地板上辦公 結果就是這些人呢 在一兩個月內 突然變成嚴重的腰痛腳嘛 甚至非常容易閃到腰 另外我也遇過非常多人在家中呢 想要效仿日式台湯民的風格 全家人都息地而坐的生活 結果就是全家人都長期腰痛 需要每個禮拜去跟人家做按摩才可以 所以好好買張椅子坐 隨便一張椅子都可以 不要坐在地板上 除了可以替你省掉很多錢之外呢 也比較不需要擔心老年後的脊椎健康問題 那最後來討論一下 有不少人已經嚴重到不盤腿座就坐不住的情形 所以他即使坐在不大張的電腦椅 都堅持要盤腿座 甚至在公眾場所呢 也不顧他人的眼光 堅持要盤腿座在沙發上 而通常會有這樣的舉動呢 多數都是因為狀況比較嚴重了 對於他們來說 正常的坐著 只會持續讓他的腰部和屁股很痠 讓他坐如針章 根本完全撐不住 只有盤腿座時才感覺比較舒服一些 那會有這樣的情形呢 就是因為他腰臀部那邊的肌肉已經嚴重的發炎了 像他的素脊肌 臀痛肌 還有是卡金素 骨臭肌等等 都有點腫起來了 甚至還有去壓迫到神經 因此這些人會需要用盤腿座的姿勢去拉伸開這些緊繃的肌肉 才會短暫的感覺比較舒服一些 但這樣子做久了之後呢 越來越讓狀況變得更加惡化 那如果你是這樣子不盤腿座就坐不住的人呢 我會接你們先去找個物理治療師 去接受治療 把這些肌肉粘連 還有骨盆前傾的狀況都給處理好了之後呢 再回過頭來改姿勢 才會比較有效果一些 那如果這時候你直接改姿勢 就會讓你感覺痛苦難耐 做都坐不住 也沒法認真工作 那就會更影響生活了 那這次的影片就到這邊 你身邊也有做電腦 也要盤腿座的人嗎 在下面留言分享看看吧 那如果覺得這影片有幫助的話呢 不要忘了訂閱我的頻道 好追蹤我的IG 我們就下次再見啦 掰掰